谢南光线传媒一节主持 主持娱乐现场飓风行动 以清新的形象 亲和的主持 知性的掌控 赢得万千观众欢欣 其实谢南我觉得啊 你应该是主持过的明星访谈节目 在新的年轻的主持人里 应该算最多 你觉得是鲁玉多还是你多 我 真的假的 这样假不会被封杀的 不是 为什么你 因为之前正好来之前 好像有过我们节目做了一个统计 你说已经到一千七了 就是我 你采访的艺人一千个了 我想到时候应该有重复的吧 但是有一千多七了 然后的时候偶尔会碰到 比如说男艺人 就坐在你边上 因为我们坐在一个沙发上 一开始调机位的时候 要照顾到两个人都在镜头里 他就会一定跟你讲说 嘉宾往这边挪 然后一直男嘉宾就挪到 离我很近的位置 然后就非常的尴尬 一句经常发生那种 嘉宾讲到一时兴起不觉 拍起大腿 然后啪就拍到了我的腿上 从那个真的想死的心中有 未免也太近了 我觉得那个嘉宾 肯翔 就是肯翔 他真的 那肯翔拍了你大腿 你想死 对 你是幸福的想死吧 对 那个人想泪奔 跑出去演播室 说我不要再做节目 就是因为一个博客 不 因为已经就是够了